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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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疑惑 有关这个五界的疑惑 那第一个首先 我们就说明这个五界的内涵 那我们还没有讲解之前 这个我们智慧就请换到 先把这个你们的课本 换到第四十五页 四十五页 四位就看着这个表姐 看着这个表姐 那我们还没有讲解之前 先大类的说明这个戒法的重要性 那戒 他的判译叫做施罗 换作中文就是清凉的意思 他也称作戒 为什么称作清凉呢 因为我们众生的身 口意三叶 我们通常在造作恶化的时候 身心就会热闹 好像火在焖烧我们一样 这个是就了现前的 恶化的热闹来讲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恶化一造作下气 那未来也会有这种 三二道的夜火会浑烧我们 而戒法 他就能够防晃之息 能够防晃之息 这些恶化的生起 所以叫做清凉 用着戒法 他也是生起一切善化 灭止一切恶化的根本 能够使令我们超越环乎 而乐于圣人的结位 他同时 也是使于超缓 日圣的因种 所以戒法 就比翼做平地 一切万物 都依这个平地而生成 那一切的万善的功德 也都是要从戒法 这个平地而生起 那戒法 也如同这个阶梯一样 一切的贤圣 都依之而登上涅槃的高山 那戒法也如同功德宝品一样 有这个功德宝品 就可以随人所厌 出生一切世间的宝物 那这个戒法亦乎如是 随着我们修学的 这种层面的提升 可以得到人天三秤 乃至活果菩提的这些功德 戒法又好比光明的宝珠 宝珠它能够破除 我们常业的暗示 戒法它能够破除 我们一切无名的环绕 而且将来能够使用 我们正的无上菩提的佛果 所以四尊大使大悲 开了这个欢便之门 那戒法有许多的品类 有在家的五戒 八观摘戒 之家的十戒 即是大戒 乃至菩萨的三继境界 那因为我们智慧明天 想要受的就是在家的五戒 所以我们今天就大类地 将这个五戒的名义 开支此幻以及此戒 幻戒的果报种种 根之会说明 那我们这个五戒表解 总分为七大科 总分为七大科 甲一 甲二 甲三 甲四 甲五 甲六 甲七 这七大科 那甲一前年我们已经说过 那再来 接着就说明这个甲二 撒戒 撒戒 那撒戒它也分成八个科目 来说明 以一解释这个名义 我们就看着这个文 第一条戒是撒戒 这个表解首先是市民 接着就是自义 是地 祭言 然后就是轻重 再来就是开车 最后是果报 直接换戒的果报 我们每条戒就依照这些八个项目 次第来加以说明 首先先解释这个名义 先说明这个杀戒 断命耶杀 有情耶身 断有情命 是耶杀身 胎胎胎而死 换杀戒 自杀亦换杀戒 以杀人罪同 断命耶杀 简单说 断解众生的命根 这个就叫做杀 那下文就定义 何为命根 何为杀身 有情耶身 有情色的众生 就叫做生 而众生 这个众生 它就包括我们人类 乃至这些蠢动 寒领 蚂蚁 小虫 乃至四胜六环 环是有情色的众生 都叫做生 合起来 断有情的命 是耶杀身 我们断解有情 众生的命根 这个就叫做杀身 那多胎 胎儿死 就换杀戒 这个地方 它就特别提出来说明 狂犯认为说 我们以为说 还没有出生的胎儿 不算命根 这个地方是算的 它是算命根 在地上说 乃至胎儿在母胎当中 出的二根 生根跟命根 这个是属于 加罗罗位 加罗罗位 这个是幻里 幻里成中文 叫做泥滑 它的形状好像是 一个泥状的丝肉一样 泥状的丝肉一样 这个是胎中的 最初妻入位 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堕胎 属定这个胎儿死去的话 我们是要换到杀戒的 那自杀 他也换杀戒 虽然我们不杀其他的人 我们自己想不开 杀害自己 那可不可以呢 也不可以的 自杀他也是要换杀罪的 也是要换罪的 这里说 以杀人罪同 杀人罪同 那第二个 以二自一 接着自一 自这条戒的意义 分死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 由杀生害命 罪业深重 不堪日道 自身自这条戒的意义 有分死点来加以说明 由于我们杀害众生的生命 使用他的命根本能够相细 那这种罪业 它是非常深重的 在大自尊里面也讲到说 自业中 以杀业最重 在所有的罪业当中 以杀业 它是最重的 所以假如我们杀生的话 那这种罪业 它就会障碍我们 不堪可 如以这个活道 成就无上活果的菩提 这是第一个 自戒的意义 那第二个 杀害众生 违背大悲心故 我们杀害众生的话 就归为我们大悲心 生起的缘故 什么叫做大悲心呢 这个大悲心 就是一把一切众生苦的心 这个叫做大悲心 像诸佛菩萨 他们在阴地修行 都是以这个大悲心 为他们的根本体性的缘故 佛菩萨因地修行 因你众生而起大悲 因你大悲 再生起这个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广行六度 最有成就无上症结 所以假如我们杀害众生 就归为这种大悲心的 生起的缘故 那大悲心不生起 菩提心也不能够生起 菩提心不能够生起 更不能够广行菩萨的六度 那成就无上菩提 就跟我们极眼了 所以他是对于菩萨的大悲心 是伤害很严重的 那第三点 被恩养故 违背恩养的缘故 为什么说杀生他也违背恩养的缘故呢 因为众生他都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啊 众生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的缘故 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说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呢 师尊他在《幻卵经》菩萨界第二十条 《清过界》里面就说到 若活子已持心固 行放生业 一切男主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固料到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死者 即杀我父母 在这个第二十条的《清过界》里面 就这么说 若活子已持心固 因为持心的缘故啊 持者已乐 给予众生安乐 因为持心的缘故 要行放生业 我们不但不杀害众生 而且要放生救众生的命 行放生业 为什么要救众生 行放生业呢 因为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男子啊 他曾经都做过我的父亲 一切女人是我母 一切的女子啊 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 为什么说六道众生 都是我的父母呢 因为我们众生在五十节来啊 一直在六道里面轮转 在生死块当中浮沉 而每一生 每一世都有父母 那从五十节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父母是多得太多太多 犹如横河沙 他的城市那么多 多到不可思 所以六道众生啊 都是我们的父母 那现在他由于这个罪业的阴廉 沦落变成出生了 那我们没有道言 不晓得 以为他就是真正的出生 就随便把他斩杀了 然后再出他的肉 那我们根据火的开示 火他是无言言明 彻底通晓一切的这种大捷悟者 火头他是真理者 水者 辱者 不亢者 不移者 火头的开示都是真实的 那火头在幻闻经里面 这样开示 那我们如果杀害一切众生 那就是杀害我们过去的父母了 所以这里就说 被恩养故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身是大 众如泰山 这种恩德 他是最为深重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去杀害他 再吃他的肉呢 所以假如杀生的话 那就是违背这种恩养的缘故 违背我们父母对我们这种 身是大海 众如泰山的这种恩养的缘故 接着第四 三善缘故 此生结焉或是不相度故 伤害善缘的缘故 我们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 不要跟众生结恶缘 你假如杀害众生 那我们就跟众生 结了很深的恶缘 是不定这位被杀了众生 他还比我们先早成道 那他早先成道的话 因为我们对他有这种恶言在 他就不斗托我们了 不是他不慈悲 而是这种过去的恶言 深重的罪业障碍之了 所以这个叫做伤害善缘的缘故 那第五个 西记佛性 应重不轻 西格杀害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他只要好好的清净善之士 如法的修行 将来他也都能够成就佛道了 所以一切众生 都是未来之佛 都是未来之佛 那既然都是未来之佛 我们就应当恭敬 不可以随便地轻慢对方 那既然都应当恭敬 不可轻慢 难道可以杀害对方吗 所以是不可以的 第六个 违背菩萨无畏事故 违背菩萨无畏不失的缘故 无畏不失是什么呢 就譬如众生 他遇到种种的灾恶 那我们作为一个菩萨的行者 就救度众生的灾恶 那众生遇到恐怖的阴廉 我们就不失给他无畏 就好比众生 他遇到道劫难的时候 那做菩萨的行者 有力量的话 他就以各种的方便 解除他道解的灾难 把这个道解制服 使令被侵害的众生 能够噱透这种部位 那这个就是无畏的不失 那你现在不但不做无畏的不失 反而杀害众生 那众生最爱惜的 就是他的生命 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家杀害 所以杀害众生 他就大大的违背菩萨 无畏不失的缘故 接着第七 乖四色行故 以杀害众生 则不得色化故 乖为四色行的言故 四色行 菩萨的四色行是什么呢 就是不失 爱以利行同事 佛菩萨来度化众生 通常都是要行这个四色法的 那这四种都叫做色 是什么意思呢 色是色色的意思 也就是说 菩萨他想要化导众生 必须要用这四种法来色色众生 属令众生能够依附亲近我们 然后再用大臣的正道来开导他 所以《维谋经》里面也这样说到 先礼一锅签 获令入佛制 先礼一锅签 后来再令是他 瑞佛的智慧里头 究竟成就 那先礼一锅签 就是这里所说的四色了 那第一种 四色里面第一种就叫做 不失色 也就是菩萨他应用财 法 不失给众生 假如众生他便宜财物 那我们有财物的话 就用财物来布施他 假如众生好要活化 善化 他便宜活化 那我们懂的话 就以法的布施来色色他 使定他的身心安乐 那众生蒙受我们两种 布施的利益 因此他对我们 就生起青睐的心 他就乐以亲近我们 那由于乐这种亲近 进一步 他就能够来接受佛道 能够安住在真理当中 这个叫做布施色 第二种叫做爱以色 也就是菩萨他随顺众生的根性 善言为意 开导众生 一切众生都欢喜 听闻善好的眼里 那我们对他说这种爱以 爱护他的眼里 他就对我们 生起青睐的心 然后就依附我们 来塑写圣道 能够安住在真理当中 这个就是爱以色 正的一个动身 都是欢喜 听人家对他爱以的 那菩萨善住众生的这种心念 他们所需要的 菩萨能够用这个爱以来色受他 第三种叫做利行色 也就是说菩萨他生起 身口一三叶的善行 利益一切众生 那因此众生就对我们 生起亲爱的心 然后依附受到 能够安住在真理当中 这个就称作利行色 利行色 那第一种就叫做同事色 同事色 也就是菩萨他能够应用华眼 应用华眼 这个 能够应用到华眼的菩萨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菩萨了 都是有相当道理 或者是已经 已经正德化身的这种大事了 那菩萨他能够应用华眼 他能够明白众生的根性 随着众生的根性 所好要的 他可以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所化 能够分行视线 然后共同众生 参理众生所做的这些事业 使用众生个别获得利益 因此而生起 对菩萨的亲爱之心 能够依附受写圣道 安住在真理当中 这个叫做菩萨的同视色 以上就是所谓的菩萨 这座众生的视色化 假如我们杀害众生的话 那就大大的归为视色 这种善好行为的缘故 以杀害众生则不得色化过 因为我们杀害众生 众生看到 看到你 他就害怕得不得了 躲得炎炎了 这样我们就不能够 射受嫁妄众生的缘故 第八 杀生夺命 超过盗取所有一切 极多尊贵的财物 假如我们杀害众生 夺掉众生的命根 那就超过托到众生 所有的一切 非常多 非常贵重的这些 珍宝钱财的缘故 因为内财 内财就指的生命 它比外财贵重的太多太多了 身外之物 失气的还可以再获得 那我们的命根 就是内财 我们的命根失气的 那一切都统统都失气的 所以众生的生命 是最为尊贵的 最为尊贵的 那地球 依众生故 奈德成火 杀生合一 我们依靠一切众生 我们才能够成火 为什么呢 因为活不撒 他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的 没有一尊活不撒 他不度众生而得严满 因地的菩萨行者 他也是一样 他度化众生严满了 也就是所谓的自己的其他 觉醒严满才能够成火 那你现在要杀害众生 众生看到你就害怕 恐怖的不得了 逃跑了 他还会受你度化吗 那我们没有众生可以度 又凭什么成火呢 那就没有办法成火了 所以杀生合一啊 就无所依靠 成火的资粮条件就都没有了 我们杀生 成火的资粮条件就都没有了 那第十三世诸佛 华尔不杀圣故 三世一切诸佛 都是华尔 华尔就是自然的意思 三世诸佛 他们由于有这种大慈悲 大智慧的言故 所以当然自然的 都不惜杀害任何一个众生的言故 所以我们邪火的行者 佛弟子 义父如是 要跟佛陀学习 大大小小的众生 我们都要善于互联 慈悲对待 我们绝对不要 故意地去杀害任何一个众生 那再来 这个以三赤地 赤地 接着说明这条界排内的赤地 在五界当中 他排内的赤地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会在五界当中 他会排在第一个顺位呢 第一个 第一个理由就是 人道应记彻隐之心 菩萨妄恨以大悲为本 未存人道及万行之本 先惜解杀 我们人道众生应当要记止彻隐之心 我们是人道 我们不是赤身道 我们也不是修罗道 我们也不是恶鬼道 也不是第一道 我们是人道 人道 我们就应该记止这种 彻隐之心 什么叫做彻隐之心呢 也就是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 表示同情之心 这个同情之心 彻隐之心呢 就像在孟子的《公孙图篇》上面说到的 金人乍见如珠 将入于景 皆有赤地彻隐之心 现在我们有人看到一个小孩子了 他将要掉到井里头去了 那我们看到了 自然都会有一种赤地彻隐之心 这种赤地彻隐之心 也就是非常的惊慌 非常的伤痛 非常的深切的身体之中 这种不忍之心 这个叫做赤地彻隐之心 孟子在《告词》上篇里也说到 彻隐之心 人皆有之 虚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智慧之心 人皆有之 彻隐之心 人也 虚恶之心 义也 恭敬之心 礼也 智慧之心 智也 仁义礼智 非由万寿我也 我故有之也 活思而而已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彻隐之心 人皆有之 由以不忍众生的这种痛苦根本性 那我们自然有这种同情的彻隐之心 那凡是人道的众生都是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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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那一般人也都是有的 明白思惠之心 一般人也都是有的 车隐之心就是仁慈的人 学恶之心就是义 恭敬之心就是离 思惠之心就是自 人义理智 不是由外头的阴眼环境来塑造我们才有的 所以我们在心境当中固有的 固然本有的东西的 只是我们不介意好好思维 把它开花出来罢了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善心 你如果不欺好好思维 不打它开花出来 它慢慢就会隐没了 那这个就是讲到车隐之心 顺便将人义理智之心 也说出来 那这里所讲的 人道的众生都应当记住这种 测隐之心 看到别人有痛苦跟不幸 那我们就表示同情之心 这个是始于儒家所说的 测隐之心 人皆有之 那下文就解释 菩萨妄恨以大悲为本 前面提到儒家的测隐之心 人皆有之 而佛法中的这种菩萨行者 菩萨的所行的六度万痕 他更是要以大悲心作为他的根本 所以未存人 所以未存人道 另外 也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存留人道 人道就是 人道所应当记住的测隐之心 谁应当记住的测隐之心 以及六度万恨的根本 菩萨的这种大悲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戒杀 要先戒杀 为什么五戒戒杀 先列在前面的音流 我们首先都必须要戒杀害一切众生 也就是不杀害任的一个众生 第二个 有情守众莫够性命 为救物名 先知杀戒 一切有情众生最注重的 没有超过性命的 为了救济众生的生命 所以佛头 首先就制定杀戒 阻止我们佛弟子 不可以故意去杀害任的一个众生 再来以示这一颗 寄言成患 接着再说明这个寄言 寄主五言就成患 寄主五种言 他就成就患这条戒了 第一个 是众生 对方是属于有情愫的众生 这个是简卑无情 从人道的众生 一直到蠢动寒冷 乃至于一只蚂蚁蟑螂 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 第二个众生想 我们心中正是要做杀身的时候 你对着所对的境界 心里面切实是做有情众生的想法 也就是外境是人 那心中也认为他是人 那这样就寄主是众生 跟众生想 那七的都类推了 那第三个就起杀心 你心里头对着前境 生起一念杀害众生的心 这个叫做杀心 这是第三言 第四个就是心欢变 你就是 心起了种种的欢变 好比说拿着棍杖 枪 炮 或者是准备神手 毒药 种种 拿杀害众生 在众生未被杀害之前 他的命根还没有断结之前 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那这个之前 它都是心欢变的欢变 那第五个 命断 对方的众生命根断结了 那这样你就过成杀身的罪业 杀身的罪业 那就寄主成患了 寄主这五种因例 它就成就患根本罪的情形 再来 以武这一颗轻重 接着说明 倘若换了这条戒之后 他的罪过 同样是患杀戒 但是他又有轻重的旗北 又有轻重的旗北 他分为逆罪 重罪 轻罪 什么是逆罪呢 第一 杀父母和尚 阿瑟里 阿罗汉为逆罪 假如我们四害父母 四就是以下杀伤 这个叫做四 这个叫四 假如我们杀害父母 还有我们的德界和尚 阿瑟里 阿罗汉 这个是使于逆罪 那患到这种逆罪 它是罪大恶极的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最为重大 还有德界和尚 阿瑟里是我们的法身父母 阿罗汉他是次数的圣人 人天尊阳的对象 清静的福田 那我们竟然把他杀害的 这个罪业是最深重的 这个就叫做逆罪 杀业当中的逆罪 那第二个 杀人为重罪 假如我们杀害普通人 就是逆罪以外的一些普通人 使用对方的命根断结了 那这个就换到重罪了 第三个 杀畜生为轻罪 假如我们杀害普通的重生畜生 杀害普通的这些畜生 这个就属于轻罪 假如我们说了这个五戒 患到重罪怎么办呢 这个就不是普通小乘的 忏畏法可以灭除的 小乘的忏畏法 都是说这个是不可悔 不可悔 善品的不可悔 善品的不可悔罪 那如果是以大乘的话 你就要以这种大乘的 忏畏法来忏 如果我们换到这个重罪 以这个大乘的忏畏法 能够见到种种的瑞相 见光 见花 或者见到 或是火来跟你摩顶 或者是梦土黑雾 或者是梦到三宝 那这样就表示你的这种罪业灭除了 罪业灭除了 最近有跟我们清宫和尚 有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说换到菩萨的重戒 还有五戒当中的重戒 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 拜到见光 见花 怎么办呢 那我们清宫和尚 他有依据这种古德的这种利润 来再说明 你如果说能够拜到见光 见花 见到瑞相 那这个是最好 代表你这个罪业已经没除了 那你可以再来重受 可以再来重受 那你如果说没有到这个层面 有一个方便 就是可以拜参 以阴重心拜参 拜满一年 拜满一年 那拜满一年以后 也可以来重受 我们清宫和尚说 他如果能够以这个阴重心 来拜满一年的话 他的罪业 他的罪业已经折损很多了 所以他也可以来重受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拜参 灭出我们的罪业 那这样我们就有重罪的责任了 使用你受戒不能够得到戒底 所以重罪我们就必须要这么的忏悔 假若杀害之身的话 那这个就属于清罪了 我们对着出家 如果患到清罪 我们对着出家失败 发入忏悔 那这样就可以恢复清净了 那接着 佑旧 佑者 旧者第一 旧者我们所获罪报轻重不同 它有三种情形 所获得罪报轻重的不同 它有三种情形 第一 又能杀心 能杀害众生的心 吃重 称贪 赤赤 一吃心 拿来杀害众生 那它这个罪业就比较重大一点 没有因果的观念 不认为杀生它是一种恶业 那这样的话 杀生这种罪业就会很深重 那称贵心 贪逆心就比较其次一点 这个都是意识的烦恼 意识的烦恼 那刺赤就是比较其次 也就是说它的罪业就比较其次的 那第二个 所杀生 所杀害的众生来昏 昏为轻重 譬如我们侍害父母 和尚等等 那这个就是逆罪呢 那杀害普通人 这个就是重罪 杀害赤身 这个就是轻罪 那这个是就着所杀生的种类来欺别 分作 罪过又重又轻的情形 那第三 所用杀害众生的办法 同样杀生 那有的杀的手段 它是很狠毒的 很毒辣的 那这样它的罪业就比较重 那有的就比较轻微一点 比较轻微一点 那由这个地方来判定 它所患罪业的轻重 那罪报轻重不等的情形 就可以分成 这以上几点来介于说明 那再来 以六 开车 接着再看 这个开眼 什么意念下 可以开眼 可以开眼 开眼有三种 第一个 为救多事之人 为救多事之人 为了救救多事之人 好比过去 活在阴地的时候 曾经在一艘船里头 有五百位商人 其中有一位道解 这个道解 他生起这种恶劣的心 想要杀害这五百位商人 然后夺取他们的财物 那活在阴地之道了以后 他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我欠这个道解的话 欠也欠不停 那没办法怎么办呢 为了救救那么多人 他就以大慈悲心 想要代替众生受苦的心 联可置入第一 就将这个大解 道解杀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这位道解 杀害这五百位商人的话 那他的罪业就非常深重 那一定要堕落地义 长期受痛苦 那菩萨知道了 他就以这种大慈悲心 为了救对方 避免造作这种重大的罪业 所以就杀害这位道解 而救了五百商人 这个就叫做 为救多数之人 这个就有开眼 这个如果在菩萨界里头 他不但没有罪过 而且还深多功德 这个就是开眼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开则讲完 那第二个 为救三层圣贤 以慈悲心杀害凶徒 灵智患杀戒 堕入第一 而不令此 二人患无力罪 也就是凶徒 他要杀害三层的贤圣 这些贤圣 他都是我们众生的明灯 那他为了救济这三层的贤圣 圣贤 菩萨的行者 他就运用慈悲心 杀害这位雄徒 宁可自己患戒 患杀戒而堕入第一 而不要使这位恶人 患到这个无力罪 那这种情形 跟刚才这个公安 有同样的意思 第三个 就是狂乱心 狂乱心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譬如他看到火 就用手去捉 捉火的时候 就好像在捉黄金 没有两样 看到混变 就用手去捉 然后捉这个混变 好像捉这个战坛香 没有差异 这个叫做狂 他已经实现他的本性了 那假如我们患到这种 严重的癫痘病 而去杀害众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意思是受不了止的 所以这个地方具有开眼 不患杀戒 那叫此轻者乃为悔狂 假若比这个轻微的情形 并非如上来所说的 见火如金 见混如战坛香 不是这种情形 他仍然是死疑 不是癫狂的人 我们假如不是在这种情形 而去犯戒 杀害人的话 也要获得重罪的 那以上我们就 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下一堂课再继续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